電競選手不是一個賺錢的行業 你要有那種狂熱 不是熱情而已,是狂熱 因為你會願意做出不對等的犧牲 去換取你這個樂趣 你輸贏都是你自己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一對一的遊戲 Hi GQ 我是Gamerbeat小夏 我是一名電競選手 大家好,我是石油王 我是電競選手 今天我要來做GQ的職業Q&A 格鬥遊戲一直是我自小的興趣 後來會成為職業選手代表這個遊戲已經電競化了 當初格鬥遊戲第一個電競化的遊戲就是快打旋風 那我中間也有成為過上班族一段時間 然後比一比以後我發現 自己好像都可以贏喔 所以我最後辭掉原本的工作 終年追夢,成為一名電競職業選手 有一次在做遊戲直播的時候 在家裡 然後我覺得我的擷取卡壞掉了 於是我就聯絡那個擷取卡公司 然後他們就很大陣仗的派了 大概五六個人 包含主管一直跑到我家來 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回去之後突然 敲我說 公司有興趣聘請你當一個職業選手 那一年我32歲 突然有這麼好的機會怎麼可能會放過 我通常是早上10點到12點之間起床 天氣不得像冬天 我是起床去跑步 如果沒有特別的外物的話 我基本上一整天起來就開始訓練 其他像是下午的話通常是在處理一些瑣事 比方說研究對手 我們的訓練除了打 也有包含說你在線上看別的選手的影片 去做分析 去了解現階段大家在玩什麼 大概晚上六點之後 就開始會是練習 打到凌晨差不多一兩點 休息 很多年輕的選手 他們都不認為說電競選手需要體質訓練 實際上是很需要的 因為我們長時間坐著 如果核心不好的話 你下背一定會痛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耐力要練 因為我們打八個小時 你要站一整天走來走去一整天 你隨時隨地要處於備戰狀態 說體能訓練很重要一定要做 如果我沒有走電競選手這條路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上班族 那很多國家我沒去過 可是我在當上電競選手的第一年 我就去了至少八九個國家吧 開展了我的眼界 當然你在賽場上獲得好表現 贏得冠軍 那是你最有成就感 還有收穫的地方 我是已經放棄將格鬥遊戲當做職業 來維生這件事情之後 我才當一個職業選手的 所以我很感激這個機會 其實很少有人可以做一個 你喜歡做的事情 還可以過生活的 所以我認為我現在是這樣的狀態 我已經比大多數人都幸運了 要嘛就是很想贏 要嘛就是 怎麼輸他都不會放棄 想贏 不服輸 比賽終究的只有一個冠軍 大多數比賽你都是輸的 他拿到他第一個大賽冠軍之前 他輸很多場 他輸好幾年 所以這需要一個永不放棄的心 抗壓要非常大 因為格鬥遊戲跟一般遊戲最大不同的是 你輸贏都是你自己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一對一的遊戲 所以其實能克服這錯的感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吸收新知識 到了這種電競比賽 大比賽裡面的時候 真正能夠支撐你的 其實常常是你的自信 那這個自信就是來自於你對 對手的準備 資訊量夠 你就會比較能夠預測對手 是要做什麼 你才不會慌張 主流市場大概有三個控制器 一個就是像我現在手裡的這個大搖 那另一個是叫Hitbox Hitbox其實就是接近鍵盤 他控制方向的地方 不是這個搖桿 也是這個按鈕 等於是他按鈕有前後下和上 那甚至還有另一種就是我們平常PS Xbox玩的那種手把 三種控制器的人都有人贏過 最終還是看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必須要玩到 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你的身體會自然而然做出你要做的動作 才是真正熟練這個控制器 我們身為持有選手其實最重要 但是可能我要選一個最強的 但有時候那個最強如果不符合你的相信 而且你不愛的話 不一定你能發揮它的百分百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還是先從選擇你看著順眼的角色開始 因為你如果沒辦法喜歡這個角色 其實你很難花很多時間在他身上 因為我可以選最強的 我的對手也可以選最強的 但是他比較愛那個角色 可能我就是比較略是 立回兩個人對戰這些東西就是 你需要看你剛剛前面輸掉的影片 去明白OK我是這個位置 這件事做錯 然後不斷去修正 在我們每個職業學者裡面心裡面 都有一個時鐘在跑 對手出了這個招式之後 我就會知道說 我在多少時間之內按下什麼 來得及打到他 他比較像是我們要長時間練習 變成一種下意識的反應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他就是你招式變得不用轉 像我們以前熟知 比如說波動圈、聲動圈 你要懂得怎麼去轉招 但現在模式他是按一顆鈕 就可以出招 我覺得他是對於新手入門 非常非常友善的一個系統 他降低這個門檻的同時 他又讓現代模式 其實是可以用在比賽場上的 有一些職業選手 在專研如何使用現代模式 去打造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打法 所以現代模式並不會說比較爛 就是我會穿一條非常短的花短褲 所以我以前一度有覺得 那個短褲是我的幸運褲 在我比賽現在六七年以後 其實都漸漸比較沒有了 我現在整個人比賽的心態都比以前穩定很多 我喜歡走來走去 就是墮步 這樣做的目的有一個部分 就是不希望有別人跟我講話 他們反應真的很快 可能有很多觀眾會覺得 欸 石油王38 為什麼這個東西他反應得了 其實我不是反應得了 是我的經驗知道 這個時間點這件事會發生 所以我可以做出應對 但是像歐美有些選手是 我擺明覺得他不知道這件事會發生 但他反應得了 最吃力就是體力 最終會影響到的就是 練習量 他可以連續打十個小時 都不用停的話 他練習量就很大 所以他可以更快的 掌握很多熟練的東西 我覺得心態上一定會比 年輕選手更好 我在上場上的心態 還有我的經驗 可以讓我在上場上 發揮到我平常的 接近100% 這就是我覺得 老經驗選手的優勢 如果講 直接一點就是紀律 因為我們更清楚知道說 我們要做哪些準備 提早到當地 開始調時差 吃跟喝都開始節制 然後迎接比賽的內心到來 可是年輕的選手不是 他是可能一到當地先跟朋友聚會 大吃大喝 我覺得這個就是 年紀比較大的職業選手的優勢了 我可能會說 TOKIDO 好像跟他對戰過七八次 只贏過他一次 在我們的業界 是屬於 不能說的名字 Infiltration 他被職業賽 就是永笨 他就是一個非常奸詐的玩家 他的打法總是 出乎意料 比賽中的時候會覺得 很煩躁 他終究最後就可以 讓你 輸掉這樣子 可能會說是新加坡的賢 因為賢 他算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也在我剛剛成為職業選手的時候 教我蠻多東西的 所以我可能會想跟他一直不斷的打 看能不能再學到他一點東西這樣 就是當年可能 打快爾旋風四代 最強的時期的我 去感受一下 就是跟這個人對戰的是什麼感覺 或許我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電競選手 電競選手退役最好的選項 應該是教練 其實現在格鬥遊戲 基本上是沒教練的 這也是我想要當的原因 格鬥遊戲目前的產業規模 就是獎金啊 或者是贊助商啊 當他擴大到一個程度 然後一個選手他獲得的收入 足夠去請一個教練的時候 那我覺得教練這個職位 就會漸漸變多 所以格鬥遊戲的教練 可能是我之後退休的一個選項 電競選手不是一個賺錢的行業 在這個行業裡面賺到錢 真正成為一個全職職業選手的機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你也可以一直不斷的 練習你的電競 當作你最大的興趣 但你的學業一定要顧 我覺得真的蠻重要的 我們是一邊工作 養活自己 一邊打格鬥遊戲 打出成績了 才當上職業選手 如果你能夠為你的人生負責 我說實在話 你要不要打格鬥遊戲 你要不要打當電競選手 沒有人可以阻攔你 亞運都是需要經過選拔的 我不一定能夠代表台灣出賽 不會說我非常有信心 因為畢竟那是三年後 但是我會準備好一切 希望可以再次代表台灣出賽 我覺得這三年 會是一個新的挑戰 接下來我要嘗試一些 我之前沒有做過的東西 包含運動 飲食 跟練習 等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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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